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跨境电商背后的商业秘利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又来了一个好看的小姐姐 但好看小姐姐不仅仅拥有美貌而且智慧 而且是行业里面说是老司机 我们来自万语彤的Joy 负责品牌客户的Joy 我们算是第二次见面了 对,是 上次见面 在两会 4月23号 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5月头 上次见面其实挺尴尬 Joy说,阿米 我说谁呀,我认识 他说,我呀Joy啊 Joy是谁呀 他说,我们马上不在见面吗 我说,哦 大家可能如果说看到我们的节目会有影响 Joy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在我们跟深圳直播的时候 我们聊了一些话题 这次呢,为什么把Joy再请过来呢 是因为那天在会上呢 要给大家道个歉 本来Joy应该是在主会场上就分享的 没记错 对,是 是要在主会场有一个圆桌 对,然后呢 因为那天的这个 万人涌进这个会展 国际会展中心被迫了 就在被 被我们拉到了直播间 那今天呢 其实是想聊聊上次没聊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 万一通线 在这次的这个 海外仓两会 你看 把集资家 快仓 海油创新 这几家在国内电商 仓库 技术 硬件 算是顶级的这个机构 把你们的英国舱 德国舱 美国舱 的一个做改造升级带给的行业 你们到底想干嘛 需要去做 升为打击吗 还是说做降为打击 就是 一升为就是 你看 我不仅仅是个舱了 我现在 对,那天讲了个词叫 We are not only warehouse We are fulfillment center 我们不仅仅是个 存货的仓库 我们是一个订单的 旅约 支点 你们想干嘛 其实万一同一直定位自己 是一家科技公司 所以这次 等我们把设备 搬上台前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诠释这一点 就是 设备的话呢 其实只是 只是我们在仓库里面 使用的一个机器 那为什么说 海外仓 其实它并不仅 简简单单只是一个 存储的仓库 其实是 其实我们在海外里面 要做很多的环节 比如说 入库 比如说分减 比如说 加包装 比如说出库 它更像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加工的环节 在里面 其实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们目前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跟传统的海外仓 可能还会更加不一样一些 传统的海外仓 你们是怎么定义它的 然后万一通的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不止第一次 去跟万一通的朋友去交流了 从你们的 总的产品 架构的老大 李鹏 到你们伟成的 包括你们的业务同事 很多同事 我们跟他交流过 其实从你的角度 万一通的这个 科技公司跟传统的 你看那天12月23号 有很多很多新的物流公司进来 很多很多 你们跟他们有什么本质区别 或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个问题 他们会说 你万一通是很厉害 科技公司 但是是不是这些都是 都是快舱 都是海油 都是极致家提供的 跟你没关系 其实这么说吧 那个我们用万一通的2.0 比万一通的3.0 对 我们不用拿 其他的海外仓来比 就是其实每个 每个海外仓 都有每个海外仓的特点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2.0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是做的订单旅约 对 但是我们不能支持 多元化的订单旅约 就我们更符合 就是平台要求的订单旅约 就订单来了 你通过API 通过在万一通的后台 把那个订单信息传给我们 我们传给仓库 仓库去做 拣选 做出库 做贴标 交给伟程供应上的这个操作 其实我觉得 现有的海外仓 应该都能够满足这个基础的服务 就不管是说 有没有系统 有没有仓库的系统 是的 对 其实现在像海外仓的话 这属于海外仓的一个基础功能 但是如果你的卖家 哪一天跟你讲说 那个Joy 我想做一个轻定制化的产品 但是我要布局在海外仓 那比如说 每天卖家那么衰 还是说那么狠 这么狠 看又做深维打击了 好了 他要做轻度定制了 对 就比如说 今天像阿米做的凳子 那我可能 我能不能送出去的时候 如果买家要一个蓝色的坐垫 配一个红色的坐垫 再配一个绿色的椅角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在我的销售平台上面 它可能是不同的颜色的坐垫 跟不同型号的坐垫 它可以去作为一个就是相互匹配 它可以是N种SKU 但实际上它在我们仓库存的 其实就是它的椅背 坐垫 椅角 然后我们在出库的时候 去跟它做组合 你提到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战略价值 首先一点我们希望去科普一个东西 我们俩不是不愿意出去做教育市场 我们不在教育市场 而且刚刚Joy提到的点 其实是卖家提出数学 我们更加希望说 是不是行业发生了什么新的东西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在零售里面很常见的collection collection意味着 你不仅仅是做一个单品 你还可以做延伸的 你可以把可能一家人 就可能是妈妈买东西 可能是爸爸买东西 可能是哥哥姐姐买东西 但是他可能把一家人东西买过来 或者说他买个女朋友的 他整一个场景以后 他的客单价会更高 他的整体的这个购物体验会更好 那这个这个问题来的 万一通我印象中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美国舱 欧洲舱我还没有就会看过 我看过的美国舱 好像有那么多人 去完成这么个事情吗 而且这种定制化的 这种操作的话 从人的流程上就很痛苦了 我相信说 如果说我一个人 一天干十单 我应该没问题 干二十单可能有点难受了 但是同时 一堆人来干这种定制的单 那这个本身流程管理也好 货物管理也好 包括这些这种加工的管理 那你们不就现在成了一个加工厂了吗 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倒并不是 这是越是你能够灵活的去 灵活的去支持卖家 卖家的需求 那就证明你的服务单元是越流程化的 服务单元越流程化 这句话怎么理解 对卖家来说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对卖家来说就意味着 就说人话就是 说人话 对说人话就是 其实每个卖家都可以实现清定制化 就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椅子 有的人要绿色的椅背 蓝色的椅脚 有的人要蓝色的椅背 红色的椅脚 对 那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首先你得有 绿色的椅背 蓝色的椅背 红色的椅脚 和蓝色的椅脚 都SKU在同一个库 对 所以你这些单元你得先有 然后你只是去组这些单元 你不是在仓库现场去做出这个SKU来 对 首先你这个单元是现成的 对 对 它是标准的产品 是 那对于万一通来说也是 就万一通的服务 它其实分为多个服务单元 它每一个服务单元 是可以相互去组合的 那我比如说 我把A和B组在一起 给假卖家 对 对他来说是个轻定制化 对 那我把A和C组在一起 给饼卖家 它又是一个轻的定制化 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的话 你这个是一个服务的组合 不仅仅是产品的组合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服务即产品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服务商 本来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提供服务的 那这里面 卖家就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提出这样的 类似概念的人性非常多 可能他们有万一通 那么强大的这种团队 跟历史成建 或者说行业成建 那可能是一个新的仓库 但是我们这个几十个人都是做某一个产品的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这个家具嘛 对我们本来就是做家具的 很牛逼的 但我们几十个人都是干了十几年仓库的 我们管仓库很牛逼的了 我很快就可以跟他办理搞定的了 好了 他所提供的这种定制化服务 跟万一通所提出这种 有什么不同吗 这里面会是 定制化它是这样子的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如果我能够同时支持一百家卖家做定制化 对 那我也是支持做定制化 对 我支持一千家卖家做定制化 也是定制化 支持一家也叫支持定制化 但万一通的目标是 我要支持我们现在仓库 所有的卖家都能够做定制化 就我们可能 我要做一个战士的后院 因为他所有的卖家都能做 现在有七千家客户 海外仓的客户 那这七千家客户 就是其实现在只有一小部分 就是非常focus在自己的产品上面 所以他在不同维度 想要通过我们去提升他的买家体验 那我们的目标是 把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些目前看似 轻定制化的产品 全部都变成流程化和标准化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做海外仓2.0和做海外仓3.0 其实只是一个功能上的升级而已 他并没有说对我们造成一个什么 效率的降低 或者是说给我们 就是拉回去了什么 很初始的那种状态 其实我们不想说 我是通过人盯人的方式 来去做定制化 而是我要通过系统的方式 就好像是您刚刚讲的 就是为什么 你布那么多设备在海外仓 那这些不都是人家的吗 跟万一通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工具 这些工具所产生的数据 节点流程设计 全部都是要在万一通里面展现的 里面要自己要去怎么弄 同样一个工具 是 那我们其实选用了不同家 那也是根据说 我们不同仓库的属性 和不同国家的属性 去选择不同的供应商 同时呢 我们也是优中选优 你刚刚提到一个数字 我一直记得 就是说在万一通 近万家的这种 海外仓用户里面 只有几少数用户 他们专注在 少部分吧 少部分用户 就在产品 一些多样的信息 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一点 说2.0的时候 你们可能更多是服务 平台性的用户 那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万一通 在 因为我知道万一通 参与了很多 独立站的这些 服务的东西 那从你们的角度看 是不是说这种 独立站的用户 包括品牌用户 或者品质用户 你们这些对他们 有更清晰的画像 因为我们以前 会这么分的 我是做平台的 我这个仓库去做 专门做 要么新好 eBay也好 书卖通也好 我只是做平台的海仓 那我所服务的 就是平台性的卖家 那我现在可能 有一小部分 我可以帮他做一些 一键代发 那其实能做 一键代发 尤其是 轻小件的 一键代发仓户 其实现在是 少 对 能够稳定的 做轻小件的 进出仓 以及上架 包括推幻货的 这种服务的 更少 嗯